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一个非常紧迫且具有挑战性的话题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发表强烈言辞 指控乌克兰对俄罗斯西南部库尔斯克州的进犯行动是一场大规模挑衅 库尔斯克州的州长也证实了这一点 并表示已有数以千计的民众被迫撤离 局势异常紧张 普京严厉谴责乌克兰军队 指控其在库尔斯克州进行无差别炮击 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破坏 俄罗斯国防部也发布了详细的战况描述 指责乌克兰军队发动猛烈进攻 并强调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障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次事件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俄乌之间的紧张局势 国际社会也对此高度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一次俄乌冲突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言辞格外激烈 他公开谴责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州的袭击 称之为大规模挑衅 库尔斯克州的州长罗曼·斯塔罗沃伊特证实 已有数千居民被迫撤离 局势严峻到令人窒息的地步 普京在讲话中指责乌克兰军队无差别炮击平民 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恐慌与伤害 他表示乌克兰的行动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目的是制造恐慌和混乱 严重威胁到俄罗斯人民的安全 俄罗斯国防部也在周二发布声明 详细描述了当天的战况 声明指出 从当天上午八时起 乌克兰军队第22机械化旅的近300名武装人员 在11辆坦克和20多辆装甲车的支援下 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库尔斯克州长罗曼·斯塔罗沃伊特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 袭击发生后 州政府立即启动了紧急应对措施 组织民众有序撤离 他表示 我们已经安排了数千名居民撤离到安全地区 并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物资和医疗援助 这次袭击造成了多处基础设施的破坏 包括电力设施和交通网络 当地居民纷纷表示 袭击发生时 他们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 随后便看到浓烟滚滚 许多人在惊慌中逃离家园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就在袭击发生的当天 俄罗斯政府迅速行动 派遣军队和救援人员前往库尔斯克州 协助当地进行救援和恢复工作 普京强调 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事件 并谴责乌克兰的挑衅行为 他表示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认清事实 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然而 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次袭击事件 做出正式回应 分析人士认为 乌克兰的行动可能是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军事行动的回应 近年来 罗乌关系持续紧张 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冲突时有发生 专家指出 如果双方不能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 未来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库尔斯克州的居民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惊恐 一位名叫伊琳娜的居民回忆道 当时我正在家中做饭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窗户都震动了 我赶紧抱起孩子 跑到街上 看到邻居们也都在往外跑 大家都很害怕 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深深的无助和恐慌 反映了袭击对普通民众造成的心理创伤 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称 消灭乌克兰部队的行动还在继续 已经阻止敌人进一步深入俄罗斯领土 库尔斯克州长史密尔诺夫表示 数千民众已经从当地撤离 所有大型聚会都已取消 史密尔诺夫在通讯应用程式 Telegram发布的影片中说道 在我们帮助下 过去一天里已有数千民众乘坐私人交通工具 离开炮击区 他并表示 库尔斯克州的情势已获控制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跨境冲突中 库尔斯克州的居民陷入了无尽的恐慌 当地居民纳塔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从未想过战争会蔓延到这里 昨天早上 我们听到爆炸声 孩子们吓得哭了起来 我们赶紧收拾东西 和邻居们一起逃离 纳塔莎的故事 只是众多撤离家庭中的一个缩影 在普京的讲话中 他再次强调 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护其领土和人民的安全 他呼吁国际社会 关注乌克兰的挑衅行为 并表示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理 这场冲突不仅加剧了俄乌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许多国家呼吁双方保持克制 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然而 随着战事的升级 和平的希望似乎变得愈加渺茫 俄乌之间的紧张局势 本已如火药桶般一触即发 这次库尔斯克州的袭击事件 无疑是火上浇油 眼看数以千计的民众 被迫逃离家园 普京的愤怒与坚决显而易见 他在讲话中再次重申 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护其领土和人民的安全 他呼吁国际社会 关注乌克兰的挑衅行为 并表示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理 普京的言辞不仅仅是表达愤怒 更是传递一种坚决的态度 俄罗斯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挑衅 无论是来自乌克兰 还是其他任何国家 库尔斯克州的袭击事件 无疑将进一步加剧 俄乌之间的紧张局势 给本已脆弱的地区和平 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国际社会在关注这一事件的同时 也在为地区的未来感到担忧 此次冲突中 乌克兰军队的猛烈攻击 让库尔斯克州的居民措手不及 许多家庭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家园 他们的生活被彻底颠覆 面对这一切 普京的回应显得格外强硬 他强调 这不仅是对俄罗斯领土的直接威胁 更是对俄罗斯人民安全的严重挑战 在普京的言辞中 可以感受到俄罗斯政府的决心和行动力 俄罗斯国防部迅速回应 派遣军队和救援人员 前往库尔斯克州协助当地进行救援和恢复工作 普京强调 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与此同时 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次袭击事件 作出正式回应 分析人士认为 乌克兰的行动 可能是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军事行动的回应 近年来 文乌关系持续紧张 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冲突时有发生 专家指出 如果双方不能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 未来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这场突如其来的跨境冲突 无疑让库尔斯克州的居民陷入了无尽的恐慌 当地居民纳塔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我们从未想过战争会蔓延到这里 昨天早上 我们听到爆炸声 孩子们吓得哭了起来 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和邻居们一起逃离 纳塔莎的故事只是众多撤离家庭中的一个缩影 普京在讲话中再度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事件 并谴责乌克兰的挑衅行为 他表示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认清事实 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这次袭击事件无疑将进一步加剧俄乌之间的紧张局势 专家指出 如果双方不能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分歧 未来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 普京的态度一直是毫不妥协的 他不仅要求国际社会关注乌克兰的挑衅行为 还承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护俄罗斯的领土和人民 国际社会在关注这一事件的同时 也在为地区的未来感到担忧 随着战事的升级 和平的希望似乎变得愈加渺茫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近日发表声明 谴责乌克兰对俄罗斯西南部库尔斯克州 KURS的侵犯行动 称其为一场大规模挑衅 库尔斯克州的州长罗曼 斯塔罗沃伊特 Romansterovatt证实了袭击的严重性 指出已有数以千计的居民被迫撤离 局势极为紧张 普京在政府会议上强调 这次袭击不仅仅是对俄罗斯领土的直接威胁 更是对俄罗斯人民安全的严重挑战 他指责乌克兰军队进行 无差别炮击 称其目标直指平民 导致当地居民陷入恐慌和伤害中 普京表示 乌克兰的行动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目的是制造恐慌和混乱 库尔斯克州长罗曼·斯塔罗沃伊特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相关消息 指出州政府立即启动了紧急应对措施 组织民众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区 并提供了必要的生活物资和医疗援助 据报道 袭击不仅造成了多处基础设施的破坏 还包括电力设施和交通网络 许多当地居民在惊慌中逃离家园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俄国国防部在声明中 详细描述了当天的战况 声明指出 从当天上午八时起 乌克兰军队第22机械化旅的近300名武装人员 在11辆坦克和20多辆装甲车的支援下 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已经派遣军队和救援人员 前往库尔斯克州 协助当地进行救援和恢复工作 普京强调 俄罗斯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确保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与此同时 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次袭击事件 做出正式回应 分析人士认为 乌克兰的行动 可能是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地区 军事行动的回应 近年来 俄乌关系持续紧张 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冲突时 有发生 普京在讲话中 还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一事件 并谴责乌克兰的挑衅行为 他表示 希望国际社会能够认清事实 谴责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这次袭击事件 无意将进一步加剧 俄乌之间的紧张局势 专家指出 如果双方不能通过对话和谈判 解决分歧 未来可能会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 国际社会也纷纷呼吁 双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解决争端 然而 随着战事的升级 和平的希望似乎变得愈加渺茫 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 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呼吁各方寻求和平解决方案 以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普京这次的指责 完全是有道理的 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州的进犯 简直是无视国际法的行为 他们不仅使用了重型武器 还对平民进行了无差别炮击 这哪里是战争 这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 我们可以看看历史 二战时期 纳粹德国对波兰的进攻 也是毫无底线的暴行 现在 乌克兰的行为简直是翻版 哦 楚天书 你说的真是让人热泪盈眶 不过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所谓的恐怖主义 是否也是俄罗斯自导自演的一出戏 要知道 历史上 类似的假旗行动可不少见 比如 1964年的北部湾事件 美国可是为了制造对越南的开战借口 不惜伪造袭击事件 所以 这次库尔斯克州的遭遇 恐怕也不那么简单吧 谢琪琪 你这简直是阴谋论的巅峰啊 你所谓的假旗行动 只能用来形容那些 别有用心的猜测 普京的政府是有着严格的法律程序和国际声誉的 他不会为了小小的库尔斯克州去冒天下之大不韦 而且俄罗斯已经启动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 这些可都是有目共睹的 难道你还认为这些都是演出来的吗 哎呀 楚天书大可不必这么激动 难道你忘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行径吗 2014年俄罗斯光速吞并克里米亚 国际社会可是有目共睹的 再说了 俄罗斯的救援行动 也许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 让外界以为他们是受害者 就像电影《巫师猎人》里那个狡猾的巫师 总是把自己装成受害者 来获取同情 谢琪琪 你的类比真是精彩 不过太过天马行空了 克里米亚问题的确复杂 但那是另一回事 我们现在谈的是乌克兰对库尔斯克州的无理进犯 你说的巫师猎人的例子有点离题万里 根据联合国宪章 每个国家都有捍卫自己领土完整的权利 俄罗斯只是行使了这个基本权利罢了 而且乌克兰为什么不主动回应这次袭击事件呢 他们的沉默难道不正是心虚的表现吗 楚天书 我不得不赞赏你的口才 不过 你还是没能解释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一贯的强硬态度 乌克兰的沉默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卷入普京的剧本中 说到联合国宪章 你提得很好 但问题是 俄罗斯自己有多尊重这个宪章呢 尤其是当他在2014年肆意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 说白了 这次乌克兰的进犯 也许不过是他们对俄罗斯持续侵略政策的反击 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里说的 报复的欲望总是在积累 川普会重返白宫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